剛才的《獨映說幽存明》 《獨映說幽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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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到現在為止講到 徒各紐幽存1862年出版了一本很重要的作品 這個作品是《復背與還背》 那麼過去的翻譯英文是 Fathers and Sons 中文就根據英文的翻譯叫做父與子 可是老師的看法 老師這個人是很貼氣的人 鐵齒的人 就是一個異議分子 就不認為這個書 用父與子兩個字就可以包含住 因為這裡面涉及到的人物 不是只有父親和兒子 還有父親跟子兒 或者是伯父和子兒的關係 還有父親和女兒的關係 這裡特別要指出來是哪一個人呢 就是圖個內夫的私生女 這個段時間剛好是圖個內夫和他私生女 就小寶齡發生很多爭執的時候 小寶齡因為從小父親把他送到法國 受他的養母寶林無雅斗的照護 所以寶林無雅斗這個女歌唱家 也可以視為是圖個內夫女兒的乾媽 雖然他們也不像東方人那樣很喜歡認親 但是無論怎麼樣 這個女還是寄居在人家家裡吃喝 最先都是這個女主人來支付的 包括請保母的錢 當然後來圖個內夫經濟改善 就由他自己獨立來扶養 沒有正式結婚兒出生的私生女 我們就回來談談圖個內夫的 幻翼的這個婦與子 這個書老師是認為建議 歡作婦輩與孩輩比較適合 因為呢這個孩輩裡頭 不僅是兒子輩還有女兒輩 有時候這個都包括在內 所以應該是歡作婦輩與孩輩 而且符合原來這本書的這些書名 書名呢各位看得出來attsi,attsa是父親 階其是這個chujun chujun的都沒有分男的孩子 男的巧或者是女的女嬰 沒有這樣的分別啊 就是叫做chujun 老師自以為歡義做婦與子 還不如照圓柱、婦輩與孩輩 這樣的漢義、華義是比較理想 自己裡面涉及到的是這個 第二男主角叫做Akaji 他的父親呢叫做保羅 男主角巴扎洛夫呢 和他的伯父呢 關係一開始就不好 我們等一下會把故事內容 稍微介紹要給各位知道 所以呢這個也有Akaji的伯父 和Akaji本身 和Akaji的好朋友 就是這個男主角的巴扎洛夫的關係 這裡頭也有這個 後來要追求精明的 風騷的寡婦啊 阿金錯娃 一個時候呢 這一對好朋友呢 同時愛上 列幕上這個年紀呢 對這個巴扎洛夫來講 是差一兩歲 比他年輕一點 對這個Akaji來講 是年長了六七歲 一個很漂亮的女生 這漂亮的女生的先生過世了 但是他變成很富有的這個寡婦 風流寡婦也可以這麼說 但是他並不風流 他非常嚴謹 行為非常端磚 然後呢 考慮都很這個周到 後來Akaji沒有追得上 阿金錯娃就愛上了 愛阿金錯娃的妹妹 也和他妹妹後來成婚 所以這裡面的關係相當複雜 為什麼複雜 因為這裡面還顯示Akaji的父親 在他到莫斯科求學當中 和另外一個農家的小女孩呢 這個戀愛啦 然後為什麼會戀愛 因為Akaji的母親很早就過世了 父親是農莊的主人 40歲的農莊主人呢 當然會覺得生活無聊 剛好有一個漂亮的女生 年紀雖然少他20多歲 可以當女兒了 但是愛上了 沒有正式結婚 他們同居又生了一個孩子 所以這個孩子呢 比起Akaji這個第二男主角來講 年輕了20歲 他的小弟弟 他的一半的弟弟 不是親母親生的弟弟 是這個後來繼母生的弟弟 而繼母又比他年輕 所以這種關係呢 到底應該稱第一代、第二代 都是非常困難 所以這個書名用Fathers and Sons 其實原來的意思不是Sons Children 是這個台北門 所以這是洪老師為什麼要把這個書 這個擅自改名字 這當然不是對圖戈念夫的不敬 這才是忠實的反映圖戈念夫 這本著作的真的精神 先談這個書的翻譯 下面我們再談 這本書是不是談到兩代代溝的問題呢 根據我的觀察 我閱讀了大家幾遍 包括英文的翻譯、中文的翻譯 更重要的是俄文的原著 父 我們又發現這是父輩和孩輩之間兩代的代溝 當然兩代人 一個是1830年代到40年代 那是屬於父輩那一輩 我們稱作父侄輩 父侄輩的意思就是父親他們那一輩 包括徒伯、舊父這一輩的人 我們叫做父侄輩 這一輩的人 還有1850年到60年代出生的這個孩輩 包括男的、女的都有 那到底這兩代是不是有代溝 當然每一個時代都有代溝 長輩和右輩之間不免有些思想觀念不一致的地方 但是他這本書難道只是描寫代溝而已嗎 不然他還是在敘述 早期的那一輩 貴族所受的英國文化的影響 西歐文化的影響 所以那一輩比較陶醉於歐洲的文化 另外和他們同一輩在一起的 也有人親俄國的思想學說最好 別的國家的制度還沒有俄國 農村制度的健全 我們上一次有提到賀臣 一個被沙皇視為異異分子 曾經被放逐到西伯利亞 後來跑到英國去辦了一個警鐘雜誌 來遙漢警醒俄羅斯的年輕人 而終身可以算是屬於改革派 甚至於後來走入革命派的一個先鋒人物 也為這個人 屠格尼夫和他的友情一度受到損害 因為他們兩個人也爭辯起來 到底俄羅斯將來要走的道路 是不是真正如同赫爾承所講的 俄國的文化有他的特色 因為他的農村實施了一個叫密爾的制度 密爾 這個叫做和平 俄文 但是另外一個意思 也就是農村公社 俄羅斯有一個農村公社這樣的制度 在這個農村公社裡面 大家合在一起 耕田 收入的話大家合理的分配 當然這個農村主要的還是要上繳給地主 剩下的部分大家來評分 也是這個馬克思心目中的 未來的共產主義的雛形 雖然沒有到共產主義那麼完善完美 這個制度也不是好到什麼了不起的程度 也有他很多的缺陷 不過這個不管如何 就是赫爾承認為將來拯救歐洲 因為歐洲在1848年革命失敗了以後 那麼能拯救歐洲的主要的是俄國 而是俄國的文化 會使歐洲慢慢向下視為的這個文化 這個拯救起來 歐洲的文化為什麼視為 因為布爾喬亞興起 和布爾喬亞相對就是 老師上次黑板寫的普勞階級 普勞階級 馬克思也主要在說明它是無產階級 工人階級或者是勞動階級 勞動階級 工人階級 或者是普勞階級 那你就不要跟我寫普羅階級 我們普羅交給那些普羅汽車 普羅牙科 普羅婦產科去用了 那是英文的professional的翻譯 專業的意思 那專業和這個普勞完全分開 普勞的意思是普遍勞動 特別是勞力大於勞心 現在任何的工作除了用體力以外 腦子也要動一動 所以勞心勞力都要用 那普勞本來是體力的 勞力的那批人 但是我們今天來解釋的話 就是大部分使用這個體力 少部分使用腦力 這種工作者 勞動者 我們稱他普勞 那麼跟普勞的另外一個意義 就是說他不具有土地 不擁有土地 也沒有私有財產 他就是用他的體力賺到了錢 來養家 來活口 這種人就是在歐洲叫proletariat 和他相對的布爾喬亞 為什麼賀爾承會鼓吹說 俄羅斯的文化 文明 制度會比西歐好 就認為歐洲在十九世紀的時候 已經淪落為布爾喬亞這個掌握的天下 那這意思是什麼 就是稍微有錢財的人 稍微有資本的人 今天我們看起來一些中產階級的人 這些可以當經理級的 當這個中臣幹部的人 而不是低層的勞工的人 都是慢慢的爬起來 慢慢握有權勢 如果他資本雄厚的話 夠的話 他也可以跳出去外面經營他自己的事業 這樣的話 他也變成了一個資本家了 所以資本家和普勞的對立裡頭 慢慢有這些布爾喬亞 那這裡面還有一個petite bourgeoisie petite bourgeoisie是畫文 叫做小布爾喬亞 這個字眼各位也聽說過 小布爾喬亞就是今天的白領的人士 包括公務員 工廠裡頭的中城的那些 獨工 建工 經理 對外聯絡的人員 他既不是老闆 但是他也不是直接生產的勞動者 不是勞工 所以藉於勞工與老闆之間的 就是一些petite bourgeoisie 我們就叫做小布爾喬亞 小布爾喬亞如果幹得好就變成大的布爾喬亞 大的布爾喬亞最大的就是資本家 所以賀爾喬亞等人堅持俄羅斯的農村制度 有助於俄國人先自我解化 接著利用俄國人的力量再來拯救西方的墮落 當然這種想法 這種說法是太狂妄了一點 不是很多人可以接受的 這也是為什麼圖格內戶 後來鬧歡的一個主要的原因也在這裡 我們來現場看看 介紹一下 戶貝和海貝這本書的摘要 那麼戶貝與海貝這一個長篇故事 圖格內戶一生寫過六篇的長篇故事 這六篇裡面呢 第一篇就是我們上次提的一個聖人 多餘的人叫魯金 所以魯金是第一部 魯金完了以後就是貴族之家 或者擁有土地的士生的窩 這本書 第三本呢 叫做前夜 那麼第四本叫做 戶貝與海貝 第五本叫煙 最後一本叫儲女帝 儲女帝 儲女帝不要誤會是對儲女的不敬 只是說一個未開發的地方 它要開發的時候要多少的這個力氣 多少的精英 多少的精神發揮在上面 才能夠把它開發成功 這六部小說裡頭最重要的 所有的這個 獨個年五的六部小說 它有中篇小說 二三十篇 它有一些小小說 介紹這樣獵人筆記裡面的 或者是年老的時候散文師所寫的 都是小篇故事 小小篇故事 不滿一個片級就把故事講完了 那個是小小篇 中篇呢就像這個我們知道的初戀 阿俠 那個其他的這個靈異怪異小說 夢等等等 這些我們將來會一一的介紹給在座的同學了解認識 我很建議 賦與紙 你不妨看第一張第二張 完了以後 有時間看第171819 3張 還有最後的那幾張 這個就可以把賦與紙的精華看到了 縫背 海貝呢 這個是一個長篇故事 是在1862年3月的時候出版 開始是指出有兩個年輕的大學生 其實一個已經剛剛這個大學畢業 只是沒有拿到 是一個實習的醫生 實習的這個醫學院的學生 年紀二十八九歲 這就是我們的主角巴扎洛夫 這個比他年輕 六七歲七八歲的 是他的可以說亦師亦友 亦地亦友 是他的徒弟 他本身就等於是他的mentor 因為mentor就是我們的導師 這個巴扎洛夫 這個醫學院剛畢業的學生 和他嫂他七八歲的好朋友 叫阿卡基 一起在暑假的時候到達了農專 誰的農專 就是阿卡基的父親擁有的農專 這個農專比起 巴斯科耶那個農專要規模小得很多 只有幾百個農奴而已 所以阿卡基的父親也是個貴族 也是個地主 擁有兩三百農奴 可是這個阿卡基的父親是一個很開明 很令人贊賞的地方的鄉身 鄉身的就是鄉下的身世 他本身對英國 對西歐 對德國 法國的哲學 思想 文學都有很大的喜好 也是平常不斷在看書 但是不善經營他自己的農專 和他一起住的是他的哥哥保羅 保羅呢 早年的時候是一個軍官 風流 替躺 很受女生的歡迎 一度呢 在追求一個女親王 兩個人都進入到熱戀的地步 甚至婚嫁的地步 結果女親王把他拋棄了 那麼 伯父受到打擊 保羅受到打擊以後 很痛苦的來和弟弟一起共同生活 所以會和弟弟的農專共同生活的原因 很簡單 就是因為這個弟弟的太太過世 這裡沒有女主人 所以他就可以來住 可是他後來發現 雖然沒有正式的女主人 可是他的弟弟 卻後來跟農村的婦女的一個女孩子 親近來往 變成同居到後來 後來就生了一個小孩子 一個baby 那麼就是說四十多歲的尼古拉 尼古拉是阿卡基的父親 就是這個莊園的原主 真正的主人 哥哥只是來借助 兄弟大概早就分產了 哥哥也有不少的錢 但是他揮霍很多 身邊留著財產這個書裡面沒有提到 但是我們可以知道他身邊還是有錢 為什麼 因為後來他也覺悟他不能夠老 是住在這個農專 所以在後來就離開了這個農專 到歐洲去旅行 所以他能夠到歐洲到處跑 就表示身邊還有一點錢 對不對? 我們不談他們的錢的問題 現在就談這個阿卡基帶了一個 亦師亦友的年紀比他七八歲的 可以說學長到了家裡 到了家裡故事的開始就父親在看看 一直在問工人或者他下面的僕人 說有沒有看到這個馬車來了 因為他在等候他的兒子 從末時刻回來度暑假 所以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這個故事展開了以後 就是阿卡基和他的 mentor 和他的導師 這個人叫做巴扎羅夫 所以這裡圖裡面我們看到一個人物 這個當然不是真人 沒有真的故事 也包括這個幻想中的人 那麼古裡面導師有年紀大了一倍 和年紀輕了一倍在上步 一個拿拐杖在田間在走 就是這本書的另外英文的翻譯 和他的封面 那麼這本書裡頭的描述的這號人物 叫做巴扎羅夫 是一個什麼樣的人物呢? 是一個虛無主義 虛無主義這個字 英文要翻作nailism 不是nihilism 要唸作nailism ni 唸作i 9 hi 就沒有音了 所以變成nailism 俄文呢 你們看到上面有寫這個 Nigalism Nigalism 是俄文 那麼為什麼圖羅夫 去發明了一個虛無主義 這樣一個名詞呢? 主要在描述呢 當年他的好朋友 是誰? 巴庫寧 是和他在莫斯科認識的 回到這個聖彼得堡 他還追求他的妹妹 Tachiana 我們都在前幾次都報告過 都提過 那麼我們提到Nigalism主要的 Nigalism主要的是一個人 不相信這個世間的一切的權威 一切的信仰 一切的典章制度 他不相信有什麼抽象的原理原則 他對藝術 對哲學文學都不感興趣 他唯一的感興趣是什麼? 是科學 是醫學 是農業方面的經營的學問 換句話說 巴薩洛夫這號人物 代表了一個新的時代的新思想 就是說破除迷信也可以這樣解釋 破除權威也可以解釋 最重要 萬事萬物是虛無的 是不值得自己眷戀的 如果有的話 就是實際上能夠幫忙現實的人生 幫他解除一些病痛 解除一些貧窮 解除一些痛苦 這個是最實在的 這個大概就是所謂虛無主義的最主要 這個好朋友呢 在這個農莊裡面的時間裡頭 我們看出年輕的一輩 和年紀大的一輩常常爭論 爭論主要的爆發在巴薩洛夫 這個男主角 這個虛無主義者 還有這個阿卡記的伯父 一個對英國文化非常沉醉 對英國的禮節就是主要在說明 這個兩代人的有一些觀點 主要是阿卡記的伯父 根本就不喜歡年輕人有這種狂妄的思想 對婚姻教育家庭制度不看在眼裡 對教會家庭的權威也不看在眼裡 所以當然其一遍的話就站在一個比較保守 英國紳士的泰度哥都知道是保守的 溫和的 但是不主張暴力 但是溫和要欠解這個年輕人 可是年輕人哪裡會聽聽 年老的一輩的這些想法呢 更何況這個 保羅阿卡記的伯父呢 表面上是學習英國的這個作風 事實上是一種虛焦的手段 表面環伐 穿著漂亮 講究這個種種的衣服的飾樣 抽煙斗 表示他是一派這個文人雅士的狀態 但是在阿卡記和他的導師 巴扎羅夫心目中覺得這個人是太虛偽了 太假紳士了 那麼這些假紳士本來要學學英國文化 也沒有什麼壞處 偏偏英國人的身世風度裡面最講究的是什麼 是一個tolerance 容忍 tolerance 英文 你們都知道這個詞 要容忍 容忍義己 容忍不同的意見 而保羅就是這個伯父啊 對這個所謂容忍啊 根本沒有喚在眼裡 他根本沒有這種容忍的精神 所以和年輕人也合不來 故事的第二段就開始啊 阿卡記和他好朋友巴扎羅夫到附近 從裡面去走動走動 結果碰到一個很風騷的 很妖嬌的 很聰明的寡婦 名叫阿金錯蛙 見到阿金錯蛙以後呢 阿卡記也好 巴扎羅夫也好 剛剛二十出頭而已啊 剛剛大學大概進去沒有多久了 應該是三年生吧 他離開家裡也有三年了 到莫斯科念大學 阿金錯蛙雖然富有 是一個很有錢的寡婦 但是他很冷靜很理智 在某個程度上可以說激進這個冷酷 是一個冷酷 而不是很容易用激動情感來的 那麼這兩個男生被他邀請到家裡來 當這個常客 食客 帶來一兩星期 結果搞不出什麼名堂來 後來有一個天晚上 那麼巴扎羅夫就對阿金錯蛙示愛 愛他 你想想 自稱是一個所謂的無政府主義者 更一部的虛無主義者 怎麼會墮入這個戀愛 因為他不相信婚姻制度 如果他愛上了阿金錯蛙 阿金錯蛙也愛上他 那麼兩個人一定要步上紅潭結婚 那麼對結婚沒有興趣的他 怎麼會走這條路呢 更何況阿金錯蛙這個厲害的女人 他也知道是一個平民的醫師而已 他如果一定要嫁 他當然也是貴族 女貴族 所以他也要嫁一個貴族 才是蒙當戶對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 俄羅斯十九世紀的貴族們 即便是在這個中葉1860年代 還是很重視門帝的觀念 一定要蒙當戶對才能成婚成配 不然的話就沒有辦法 結果這個阿金錯蛙在激情的那一刻間 突然忍住 兩個差一點就要擁抱要接吻了 他的臨時就喊咖 就停了 那麼在這個受打擊之下 這個巴扎洛夫就決定要離開了 第二天他就要走 要走哪裡 回去他看望他的父母 年脈的父母 巴扎洛夫的父親是軍醫 退休的軍醫 以前在軍隊裡面當醫師 當然也不是什麼大了不起 但是他是平民 雖然醫師的身分 軍醫的身分 在當時俄羅斯鄉下 還是很崇高的 尤其他當地根本沒有別的醫師 所以他父親還是不斷在替那些鄉民 那些農民服務 萬一他們有這個不好 他母親是個極端迷信的人 這個和他的兒子巴扎洛夫剛相 巴扎洛夫是個信仰科學的人 以醫學以科學作為終身職責 自己的努力的方向 結果呢 母親這樣愛父他 然後看到他哭哭啼啼的 因為覺得他出家門已經七八年代 在這個時候才回來 所以真的是捨不得他離開 結果呢 他過了兩、三天 他就母親跟父親說句話 他又和阿卡蒂回到阿卡蒂的莊園 之所以會這樣做 主要大概家庭對他太溺愛 太憂慮 使得他失掉了這個工作的熱忱 而這個人是一個工作狂 年輕人可以想像 雖然是一個虛無主義者 但虛無主義者仍然有工作為使命 他在搞什麼名堂 這個解剖青蛙 從解剖青蛙去了解人體的結構 去想想怎麼來治療 有人得到病的時候 怎麼用什麼藥來治療他 所以他和阿卡蒂又一起回到阿卡蒂的家庭 那個莊園裡頭 這時候他的這個祭母 阿卡蒂的祭母剛才講是一個很年輕的小孩子 因為女孩子和他父親相差二十幾歲 和這個阿卡蒂第二男主角也相差七八歲 因為和他的父親這個有同居 所以生了一個baby 這個baby有時候會生病 那麼就由這個巴扎洛夫來照顧他 可是巴扎洛夫是真的誠懇的來照顧小孩 也喜歡小孩 也喜歡這個女孩子 因為這個女孩子很漂亮 人很好 叫Function 那麼喜歡這個Function 人很好 很漂亮 而且很善良 當然是很純真 這個祭母 這個是還沒有結婚的祭母 結果一天他們在早晨 園區裡頭碰頭了 在散步碰頭 結果這個巴扎洛夫一時衝動 就擁抱了他 偷吻了他一下 這個偷吻的結果給誰看到 給保羅看到 原來保羅從一早住到這個家庭來 就偷偷地在失戀他的弟媳 這個年輕的弟媳 但是又不敢留守表示 因為他是有紳士風度的人 尤其是英國式的紳士 他怎麼可以把弟弟的這個女人來奪為己有 不敢 他不敢 但是偷偷地觀察他也很喜歡漂亮的這位祭母 給他賺到了 所以棄之下就決定要和他決鬥了 那麼現在就是說 追求不成 黯然回鄉 這追求不成就是巴扎洛夫追求 所以兩個人都是追求戀人不成功的男 所以他們最先要離開 一個是回到他的父母 這個軍醫家庭的巴扎洛夫 一個就回到他的原來的父親的莊園 阿卡基就是這樣 可是那下面的故事是什麼 發生決鬥了 為什麼要決鬥 原來這個男主角巴扎洛夫偷聞 阿卡基的祭母的那一個景 給他的伯父保羅看見了 那保羅暗戀著他的弟媳婦 那當然看到這個節目非常生氣 所以就挑戰要跟巴扎洛夫決鬥 他果然兩個人去決鬥了 但是年紀大的不敵年紀輕 那麼就說巴扎洛夫過去也沒有拿過槍 和別人決鬥過 倒是他這個伯父 反而有跟別人決鬥的一個經驗 為什麼 因為他是一個軍官退役下來的 那麼當軍官當然拿槍會比較準才對 但是偏偏在這個戒陣的事情上 決鬥裡頭他是一個失敗者 那結果他是先動手 把槍持槍這樣打出去 結果沒有傷到巴扎洛夫一根汗毛 反過來巴扎洛夫也回他一槍 但是不對準他的心臟 不對準他的要害 只是一個皮膚的一點傷痛而已 但是他馬上就跑過去 以醫師的這種胸懷替他包紮包裹 那麼送醫 這個事情當然後來給巴扎洛夫 給這個阿卡基的父親知道 尼古拉知道 當然很痛心 但是也沒有辦法 這個巴扎洛夫也沒有辦法在莊園再待下去了 因為他殺傷了主人的哥哥 對不對 所以也就黯然離去 就回到哪裡去 回到他的原來的父母那邊 本來父母也期待他在身邊 不要說回來三天以後又要離開 這個是無論怎麼樣也講不過去 他再回來當然非常歡迎 回來以後呢 他繼續的 剛剛當地後亂病發生 那麼當巴扎洛夫作為一個準醫師 雖然還沒有拿到醫師執照 但是他還是在盡量在幫忙那些農民 來克服病痛 但是有一次在這個拿持刀 在替人割傷的時候 自己也傷了自己的手指頭 那時候醫療也不發達 附近又沒有醫師 家裡又離這個大城很遠 所以呢沒有辦法 因為傷了指頭 要過去來講 可能是用這個就把指頭砍斷算了 藉肢的方法 應該是可以救他一命 結果沒有 儘管他父親也是一個軍醫 結果就眼睜睜睜的就是這樣子 因為病毒發作而死亡 這個我們就看到最後有一段呢 毒發死亡這樣的 病毒發作於阿金釋瓦探視之下 阿金釋瓦知道巴扎洛夫重病 而且即將要死亡 也特別驅車到他的故鄉來看他 那麼可以說在病塔上 眼見的曾經對自己愛慕的一個男人 即將面臨死亡 結果他也有勇氣在他的惡上 吻來一下 雖然沒有許聲給他 沒有和他結婚 但是還是很厲害的女人 要知道人生就是這樣子 這麼一個他本來也很喜歡 因為知道講話很好很聰明 發表的意見非常有理想 雖然對音樂對文學不是愛好 但是他至少對於人道行醫幫忙窮困的人 都很有這個感覺 那麼他的妹妹後來 皇上和阿卡記相愛成婚 就明媚正娶 在這個時間裡頭 保羅也發現他弟弟叫做尼古拉 和阿卡記的繼母 這個年輕的農村的少女 這種不正常的關係不能夠延續 一定要讓他們正式明謀結婚 這樣的話才可以認主歸宗 因為他們已經有baby 同居了 只是不願意正式 這一點阿卡記也鼓勵 所以結婚變成是雙重的結婚 一方面是阿卡記和阿金湊娃的妹妹結婚 另外一個是他的父親 這個尼古拉也和菲尼卡 小女孩後來變成阿卡記的繼母 正式成婚 那麼讓阿卡記的弟弟 那個只有差他二十多歲的弟弟 也變成他正式的弟弟 所以故事到這裡來講 應該是很圓滿 就另在阿卡記的這家家庭 而且他結婚了以後努力經營 結果莊園就越來越好 越來越成功 這算是年輕一輩經營有數 懂得用科學的方法 用管理學的方法 把一個農磚 一個已經敗露的農磚 又把它整形起來 那麼這個其實是件好事 可是不幸的是 像巴扎洛夫這樣的死亡 結果是黑髮人 要被白髮人來送他一城 我們常常講 白髮人送黑髮人 這是人生最大的悲哀 可以說在這個故事可以說 東西都是一樣的 當父母看到自己的孩子 應當可以有很好的成就 光中藥主 或者至少可以結婚 娶來一個太太 生來一些像做父母的 有個孫子孫女來報的時候 他居然這樣喪失掉了 我們在這個小說的結尾 是白髮人送黑髮人的人生的這種悲哀的撲術 那麼這裡頭顯示最深層的一種宗教情懷的展露 因為我們了解土格奈樂夫這裡面的 就寫書的時候的那個比較的前十年的土格奈樂夫 是英俊瀟灑的 他這個土格奈樂夫在寫這個 《Fathers and Sons》這本書的時候 已經進入中年了 就不是這張相片所顯示出來的土格奈樂夫 應該是一個中年 他很早頭髮就白了 不是像有些人要六十歲以後頭髮才白 他四十幾歲頭髮就開始白 然後他的臉容一向的充滿了憂鬱悲哀 那麼在這裡呢 我們把它像是他寫這本書的十年前 換句話說1850年代的土格奈樂夫子這張相片 這本書1863年才出的 土格奈樂夫描述呢 他的父母在唯一的兒子 巴扎樂夫的墓前 祈求浩淘 是完全喪失力量嗎 從精密地以天真無邪的眼光 淫紅飄舞 他們不再告訴我們 永恆的和平 也不告訴我們 不計較是非 大自然之偉大 安寧 這些都不說啦 他們訴說的 永恆的和解 於生命的 沒年不絕 黃花能訴說什麼 黃花 代表了 死亡以後 一個新生的力量 這個力量 不是人的力量 是大自然 所以這本書裡面呢 對人生的這種漂浮無成 對生命沒有辦法 把寓意料到的很膩 有一些描述 這個就是這本書的 是偉大 是所以可取 然後這裡面 雖然表明一個人是 無政府主義 甚至比無政府更厲害的虛無主義者 可是他仍然有愛心 他的愛心是對一個年輕的寡婦 是對他的好朋友 是對好朋友的父親伯父 雖然和伯父決鬥 這個決鬥不是他挑起的 是伯父要求的 沒有傷害到他 只有一點小鼠的傷 但是他還趕快跟他包扎等等 這本書我們要解釋一下 分析一下 總算是有所交代 事實上這部份小說的阻止 並不在接入兩代之間的衝突 雖然也曾指出代購的問題 就是兩代的人對很多問題的看法 不一定是一致 這個可以理解的 全書的阻止主要在指出 我們生存有局限 每個人的生活環境 習慣過去的出身 後來受的教育 碰到了我們的所謂的命運 都是我們到底碰到什麼樣的人 有時你們可能遇到貴人 一個貴人 指導你讓你走出很好的道路 有時你找不到貴人 要靠自己 但是呢生命是無常的 尤其是以有也來的人生 來應付無限的期待 每一個人都有很好的期待 在座同學尤其有很好的期待 因為你們還年輕 你們很有為 你們頭腦清楚 你們做事很認真 這些老師都非常欣賞 我常常想 我如何像在座各位 這麼再年輕一次都好 那是不可能的 我們之間就相差 就五十歲到六十歲 所以我可以當你們的主婦了 已經不是能當你們的父親而已了 所以這個人生的無常 我們儘管有很多期待 可是人生的生命是有牙的 是有限的 那麼不要由於追不上理想 就陷入絕望 那麼這個是一個人 當他知道快死了 而仍然能夠有他的愛心存在 仍然對這個世界有所期待 讓活的人 祝福他們繼續來活下去 這個呢就不簡單了 世界有創造的力量 有再生的力量 像那朵王花在這個墳墓的墳土上 但是也有一些破壞的力量 這些呢 各位可以看洪老師的著作 一百七十頁到一百七十一頁 對這個都有詳細的說明 第二 這一部小說 戴監的衝突 發生在巴薩洛夫和阿卡記的伯父 叫做保羅之間 也發生在巴薩洛夫 和很美麗的寡婦 巴薩洛夫之間 巴薩洛夫和這個 巴薩洛夫之間是平輩 不是長輩和 可是不要忘記 巴薩洛夫是出生在貴族 是一個女貴族 或者是貴族的遺孫 寡婦 所以他不屬於 和這個 巴薩洛夫 或者 阿卡記同一代的人 你可以這麼解釋 為什麼他會 在和他進入這個戀愛的高潮 突然喊咖 是女花喊的 不是男花喊的 那這個喊咖的原因 就是覺得自己是貴族 人家平民還高出一等的人 這樣的一種感覺是我們把它 不一定要換到海貝上面 我們甚至可以把它換到 父子貝那邊 他們的想法就和這個 阿卡記的伯父 阿卡記的父親的想法相差不遠 換句話說 阿金湊雖然年紀和巴薩洛夫 相仿佛 比巴薩洛夫還少一點點 可是他的思想觀念是屬於 父子貝的 反過來講 他的妹妹和他也相差了十五歲 反而是屬於這個下一代的 後來他嫁給了這個阿卡記當太太 我們這個看得出來 他的妹妹 那個本來這個阿卡記也在 這個慈戀這個阿金湊 和他的師父一樣 都對同一個女人發生興趣 發生戀母 當然他知道他資格上和他師父 不能相比 因為他的談圖 他的作為和這個 所謂的巴薩洛夫 差 阿金湊雖是喜歡巴薩洛夫的 可是到一個最後關頭 想到婚嫁的問題 想到對方只是個平民的醫師 他就興趣就沒有了 後來故事的最後結束也是 阿金湊雖後來也是嫁人 嫁給另外一個貴族 生活非常圓滿 平民出身 可是他受良好的教育 他有思想 有腦筋 有哲學 有更好的觀念 儘管我們這個 這裡的巴薩洛夫是屬於 對文學哲學不感興趣的 對藝術也不感興趣 對狗貓都不感興趣 他只感到什麼興趣 他對科學感到興趣 對青蛙感到興趣 他對這個解救人的痛苦 這方面當一個醫師 他興趣薄薄 才會種下這個不幸的 這時候最後長腰長勢 所以我們看得出來 這裡頭的這個兩代的衝突 有時也未必 因為以巴薩洛夫對他父母的孝訓 雖然去住了三天就離開 有一點違背人情 但是父子之間 母子之間並沒有衝突 那麼阿卡記和他父親關係更融洽 對伯父雖然有意見 伯父對他也跟著一個無政府主義者 一個所謂的虛無主義者來往 不以為然 雖然如此 也沒有說到他和伯父有什麼爭吵 和父親有什麼過濾 只能說他們看法不一樣 至於巴薩洛夫在省清三天以後 充滿地離過去 只能想像青年人待不住在老家 受到父母的過度寵愛 細心寬待而已 他說他父子間有鬧別牛 他在搞家庭革命 這絕非事實 在某一個程度下 後來嫁給阿卡記為妻的卡蒂亞 這是阿金丘瓦的右面 其教育心思不屬於巴薩洛夫和阿卡記這一代 而悟寧是他父親那一代 所以即便是他年紀很輕 後來成為阿卡記的太太 可是他的心思 他的行為 漢父母的保守太太 貴族的 自由派的貴族的作法 還能夠接近 所以即便主要要拨斥 說把這本書解釋做什麼 代溝之間的那個爭執 巴薩洛夫對世上的書大多持否定的態度 他不相信任何的建制 什麼叫建制 你們知道一個英文字嗎 establishment establish就是建構起來的東西 那把它當成這個名詞 叫做establishment 那麼你們知道在越戰的當中 很多年輕人就有反建制這樣的態度 反對這些年紀大的人 照他們的意思一定要打越南 一定要用化學炸彈 來殺害這個越南無辜的民眾 所以為什麼美國的反越帳 會釀起全球性的學生反抗學潮 而做以後逼美國會和這個北越談判 甚至說過難聽美國人是投降了 而且美國的投降 這樣說明了這個年輕人反越戰 是一個1960年代的事情 這個是一個歷史 這個事實是對建制的一種挑戰 對establishment的挑戰 所以要記住這個establishment這個字眼 我們換作建制 建制什麼意思 就已經建立起來的制度了 就是已經既得利益者 他們所搞的那一台名堂了 所以我們看得出來 圖更樂夫呢 他的創意呢 在這個悲劇性的英雄呢 這方面呢 是令人佩服的 可是很多人認為 他把安排他那麼早就過世 非常不滿 安排一個年輕人什麼都不信 這個也有些保守派非常不高興 對於俄羅斯的典章制度不尊重 也傷害到親兒派 所以在這本書 也可以說造成很多人的紛擾 很多人的批評 很多人的不滿 但是不滿不滿歸不滿 批評歸批評 最後算來算去 還是圖格內夫的一個了不起的作品 他受到一個能領導俄國走出鬱滅落後 腐敗社會的人路 所以才會想出巴扎羅夫這號人 這位人士是一個民主人士 有知識有能力的平民 所以他就把希望寄託在俄國的貴族 這是圖格內夫的這個政治方面的觀念 吊詭的是敵視婚姻和家庭制度的虛無主義代表者 巴扎羅夫一度慈戀著寡婦 阿金錯娃 這算是一個吊詭的地方 一個故事會受人吸引注意 就是說他自己主張是一套 行為又另外一套 人 畢竟還是一個矛盾的動物啊 那麼這地方我們看得出來 這個改變巴扎羅夫後來的命運的 不過是一場沒有辦法解除的毒 無論如何呢 虛無主義是否小說家的 是幻想的產品 還是的確有這麼一個人 這個問題呢 在以後的評論者有不同的看法 還是正論不休 不過這一本書的 所以之任令人讚賞 主要是對話 主角 譬如說這個巴扎羅夫 和這個保羅 保羅是誰 要記住阿卡基的伯護 之間的對話 爭論充滿了智慧 所以這本書的精彩就在一些人物的對話 故事發生的前後也不滿一兩年而已啊 甚至一個七八個月而已啊 不像托斯托爾的戰爭與和平等等 延續了好多年 而這個只是一個短暫的一兩年之間的故事 居然成為俄羅斯最了不起 十九世最了不起的一部小說 也是全世界把它視為是一個典範 現在呢 時序跑到了1870左右 1860年底 這時候法國有一個犯罪者叫特羅普曼 這號人物呢 因為殺了人家全家 結果呢 當然是變成萬惡不捨的一個罪犯 所以呢 打算呢 政府要殺雞儆侯 用他上刑台 讓那個鋒利的刀 跑到他的徑部 一刀下去就整個頭也掉了 這個是當年法國人行刑 對付國王 對付什麼 都會來這一套 那就是用這種很厲害的斷頭台 把人送到斷頭台去處罰 那徒賀戀夫呢 因為他不是新聞記者 他寫的小說有時有真有其人 有時是好多人混在一起 比如說剛剛我們前面提的巴扎洛夫 我們就很難想這個巴扎洛夫是一個人還是幾個人合在一起 雖然這個人有他的個性 然後在這個 戶貝和海貝這本書裡頭 把他描述得栩栩如生 但是有時是不是真有其人令人懷疑 徒賀戀夫常常講他的故事不是自己憑空轉述 而是真有其人合在一起 或者一個人或者多數人 這樣子才形成他的小說的一個重點之所在 那麼特羅普曼行刑記呢 是圖戀戀夫一篇寫實的作品 就是他親自看到殺害全家家庭的一個罪患 最後沒有辦法逃過死亡 而被迫要送上斷頭台 那麼之前他還訪問過他之後 又看到斷頭台的飛刀往下這樣一拉 就頭就斷了 鮮血直流 對不對 到處碰碰出這個血液來 那托戀戀是個膽小者 不要看他的身材高大 但是他是一個很怕死人 怕自己的死怕別人的死 怕見到死人怕見到鬼 是這樣的一個人物 他對特羅普曼的行刑 所做的這個筆記充分的顯示 他也有類似於我們今天講的 一個新聞記者的這個記載的本事 這個原尾啦殺害啦 把這個人怎麼樣在送上斷頭台 最後那個要上台之前 還要一個年輕的神父替他來安慰 讓他把聖經讀那一遍 看這個插圖就可以看得出來 而且球車還是有人有馬夫 拿著鞭在趕 旁邊好多人都在圍觀 不過做一個文明國家的法國 到了1870年代 1860年代 還居然有這種血淋淋的行刑記錄 在一個圖格尼爾心目中 是頗不以為然 甚至於想要加以排斥譴責 因為他認為以法國這麼文明 殺人哪裡也要 需要糾縱大家來看 這只有落後地區 落後國家 才有這種公然行刑讓大家看 現在行刑都是秘密的 都是在一個房子裡頭的 對不對 哪裡有讓糾縱來大家看 然後那一刻間頭掉下去 很多人還在拍手叫好 這種是很違背這個文明的 而醫生對文明特別看重 尤其西歐的文明 很看重的圖格尼爾夫 居然寫了這篇 特羅普曼的《行刑記》 在行刑前的一個晚上 當民間在觀察 這個幻人 行程者和群眾的一舉一動 但鋒利刀落下的那一刻間 這些他都有描述 描寫得很居細謎 很詳細的都敘述 可是刀子下來的那一刻間 他沒有辦法正視這一幕 血淋淋的行刑 把頭背過去轉過去 那麼很多人說 這個是圖格尼爾夫的膽怯 不敢看到 也有人說 假人事上他既然去訪問 這個被刑刑的囚犯 又有機會來描述群眾的反應 他照理應該最後一幕 也要從頭到尾看到底 然後也要描述到底才對 結果他把頭背開了 是不是他太心虛 他太軟弱 不敢面對殘酷的現實 還是他對號稱文明的化國 採用這種公開的 殘忍的野蠻的作法 來殺雞儉猴 教訓民眾不可違法的一種反抗 他把頭背開 是不是一種反抗心理的表現 這只是其中的一段而已 之後呢 在1870年10月到1870年這當中呢 他到倫敦、蘇格蘭旅遊 之前我們有一段沒有交代 那就是圖個諾夫在巴登 巴登呢 主要的是在Schwarzwald 我們叫做黑森林 德國西南邊的地方 這個地方就叫做巴登 他有時有兩個重複的名字 叫做巴登、巴登 洪老師去過了好多趟 所以可以說是對巴登呢 相當熟悉的 這個1863年到1870年 這67年當中 或者78年當中 圖格蘭旅遊住在巴登 所謂的溫泉鄉 也是一個賭博的聖地 所以在這裡他遇到托斯托爾 在這裡他遇到Dostoyevsky Dostoyevsky本身就是一個很喜歡賭博的人 連那個大文豪、托斯托爾也沒有例外賭到要輸掉自己的褲子 所以說是大叔特殊 還要靠誰? 靠圖格蘭夫去籌款 再讓他脫身 能夠回到俄國去 所以巴登巴登的這個78年 對圖格蘭夫來講 並不是這78年都住在哪裡 前前後後回國至少有六次 在這78年當中回國六次 那麼你就可以想像 真正住在巴登巴登大概三、四年 那麼住在巴登的地方 最重要是下面幾個房子 這是維亞朵的這個房子 維亞朵先在巴登這個自產 可是後來他們 此類的巴登不適合住 因為為什麼? 因為普法戰爭結束 德國的軍國主義興起 因為普法戰爭 普魯士戰勝 法國敗 那麼維亞朵一家呢 都是法國人 德國人這個軍人這麼囂張 以比斯麥為主的軍人這麼囂張 所以後來就放棄 最先認為巴登的好處 是因為他第一靠近法國邊界 第二呢 當地的王公都很喜歡 寶林的聲音 直到他的家常常開家庭音樂會 所以大家都來湊熱鬧 徒格林是一個根屁蟲 從頭到尾只要有寶林在的地方 他就要到那裡去 所以當寶林在這裡 買了一個很漂亮的別墅 他居然也興起建築別墅的念頭 雖然他的錢財並不多 一般來講 巴登是他回憶裡面最好的地方 我們不用圖格林自己建的房子來施 因為他房子建好了 家具都是空空的 家裡沒有設家具 表示他錢財是不是不夠的 結果這房子都沒有搬進去住 後來給誰 還是賣給一個莫斯科的銀行家 所以最後圖格林還是把在那裡建築的房子割愛 而這一間是維亞朵的家 這個七、八年 雖然你回國五、六次 最重要對他來講是一個美好的時光 最快樂的歲月 為附近的林園、密布、河川、湖畔相連 是打獵了理想的場所 鄉下又非常安密 加上偉家經常舉辦各種大小音樂會 宴會和沙龍寺的巨壇 那麼女主人是著名的歌唱家 所以各國的王公 包括普魯士的王廚 還沒有做到皇帝的普魯士國王 都是他的座上賓 可見維亞朵這個女人這麼厲害 來往的吳白丁 都是一些歐洲的政要 歐洲著名的藝術家 歐洲著名的文學家 還有一個長襲在他旁邊的 圖格尼爾夫 也算是在歐洲已經是很有聲望的一個作家 在巴登的歲月裡面 圖格尼爾夫不但和維加大小在一起 他還討好維加的老媽 就是寶林的母親 他甚至於學了西班牙話 和這個老媽子 用西班牙話來對談 巴登的日子雖然好過 可是他的這個女兒 卻是一個搗蛋分子 使他的美好的歲月遭到困擾 為什麼? 因為他揮芬生的這個女兒 叫做寶林特 寶林特就是寶林的小寶林 就是當年圖格尼爾和一個農奴的女孩 發生關係生出來的揮芬生女兒 這揮芬生女兒 曾經送來給寶林來管教 但是寶林也沒有辦法管教到他 因為他性格也非常的暴躁 後來嫁給一個玻璃工廠的工人 後來這工人也因為圖格尼爾夫的資助 變成廠長 自己又是在經營這個玻璃工廠 可是經營不善 使得這個老八呢 經濟上的負擔大為沉重 尤其在1870年代以後 那麼這裡的這個相片 是女兒在1870年代的樣貌 所以如果1870年代的話 就是他28歲的時候 由於巴登的溫泉水質局 是文明、氣候、異佳 所以圖格尼爾夫的健康狀態 處於電風 在其通訊中很少提大小的病痛 唯一的例外是他的 膀胱結石、睪丸、發炎 這些他偶然會提 其他都沒有 其實他一生裡面很多的麻煩 肝也不好、心臟也出問題 脊椎骨也出問題 尤其脊椎骨 後來變成脊椎骨的癌症 是使他致命的一個最重要原因 那麼因為這個小寶林的出現 使他巴登生活沒有辦法快樂 因為動不動這個小女孩 就和他的養母寶林 也就是圖格尼爾夫的戀人 發生衝突 這大概是個女兒很痛恨父親 跟一個有夫之婦 關係這麼密切 又不能夠和這個寶林成婚 因為寶林有丈夫啊 我們都介紹過啊 叫陸毅啊 他是一個文化經濟、藝術經濟 是一個文學評論家 但是對這個陸毅來講 他一生最得意的事情 栽培兩大明星 一個是太太的歌星、歌劇的明星 還有太太的情夫圖格尼夫 圖格尼夫呢 是一個文學家 路易維亞朵一首哉品 那麼我們看到其中有一個女孩 是寶林的第二個女兒 圖格尼夫最喜歡他 那麼早就立了遺書說 要給他二十萬法郎 等他結婚的時候 或者等圖格尼夫死掉的時候 這筆錢要交給他 這個就使人懷疑克魯蒂 克魯蒂 我是換成Claudia Claudia是英文的Claudia 那個法文就不念 就Claudia 克魯蒂 那麼克魯蒂呢 有人說是圖格尼夫的 和寶林生下來的孩子 事實如何到現在還沒有人知道 不過很值得注意說 這個女歌星寶林的三個女兒 一個兒子呢 始終對圖格尼夫好得不得了 只有大女兒比較有問題 大女兒呢 所以覺得圖格尼夫對他母親 好像是很不… 是不應該的 這種關係不應該 這個大女兒 其他的二女兒 三女兒 乃至於兒子 對圖格尼夫的關係都不錯 那麼這個圖說明 你看 寶林在彈槓琴的時候 圖格尼夫在彈肅琴 所以兩個人在音樂上 也可以有一些合作的地方 後來呢 出版了一本叫做《彈》 這個《彈》這本書呢 是後來我們看作是 繼前面我們詳細解釋的 在《附與子》或者《附被與孩被》之後 出版的一本圖格尼夫的長篇小說 在八人八人逗留的期間,伊萬在186年,著手傳述一個三角戀愛甚至四角戀愛的書,叫做《煙》。 這部不只牽涉到男女間的舊情復燃,纏綿恩怨的故事,還穿插配角對俄國、紳士、貴族階級的兩朝熱諷,和對社會問亂和時局的衰弊、嚴厲批判,轉這些稿件的時候開始在德國,就是在巴登。 戰術完成是在他的故鄉,在斯巴斯科耶,在1867年3月的《俄羅斯報》來發表,所以這是繼長篇的父輩與晚輩以後的第五個長篇小說。 這個課的名字就叫做《圖戈捏戶的小說》和《閃文的西桑》,要一一的介紹他的小說。 當然,長篇小說要介紹,短篇小說也要介紹,那麼就按將來這個時間的出現。 我們要講到他187年到1871年當中,大概有八個月的時間,他訪問了英國倫敦和蘇格蘭。 和英國著名的作家托馬斯卡拉爾、Charles Duke Swinburne、Robert Browning,其中布朗尼可能在座人認識比較多。 還有一個女作家叫艾利歐特,他還用個男生的名字,George Elliot,這個是一個著名的女詩人。 和這個Robert Browning,布朗尼都是齊名的。 他跟這個文藝的愛好者的政治家叫做Myrinus都來玩,而且參加了Walter Scott 100年的名誕, 而且還發表了演講,這就是表示圖格尼夫開始進軍英國。 那麼他進軍英國的結果,最後會得到什麼好處? Oxford大學後來頒給他名譽博士,是法學方面的名譽博士。 這和他早期有關俄羅斯農業方面的法律問題的碩士論文有關。 一個文學家,我們從他的生平談起,從他撰寫的這個作品的時間的前後,先鋪述一下。 將來再有系統來整理,整理什麼? 整理他的六篇的長篇故事,還有三十多篇的短篇故事,還有數以這個一百紀的這種詩歌之類。 完了這個以後,我們要用一個社會科學的眼光來討論圖格尼夫, 到底這個文學家用一個社會科學家的眼光。 因為老師自稱是一個社會科學家,我不是一個文學工作者。 那麼一個社會科學家怎麼來看待圖格尼夫? 他的宗教觀,他的社會觀,他的世界觀到底是什麼一回事? 他有沒有特定的哲學思想,如果有的話是代表怎麼樣的一種哲學? 他對神明的看法又如何? 這些都是留到後面再來有系統的跟各位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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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